进入2018年纽约房市出现拐点 究竟是否迎来下一波地产疲软 还是市场进入自我调整期 如果2018年你要卖房子的话 在曼哈顿尤其 这个房价肯定是比同一状楼里面 其他17年16年15年的房子要低 本期安家纽约 资深地产经济葛一鸣 从具体事例和实战经验中 评价纽约房市未来走向 教您在当前如何正确入市 一鸣您好 欢迎您做客安家纽约节目 你好 进入2018年以后 无论是地产的专家 还有地产经济 已经卖家和买家都有一个切身的感受 觉得纽约的房地产市场 有进入拐点的迹象 也就是说整个的交易有点slow down下来了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 也许库存量增多 然后交易的时间延长 然后买家觉得 他们的选择的余地就更多了 然后卖家觉得这个房子难卖了 所以你在这个地产的第一线 我想听听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这个感觉是很明显 这个市场疲软下来 这个感觉是2018年到现在 是越来越明显 这一波房地产市场 这个周期的最高点是在2015年 2015年以后 2016 17都稍微有一点冷却的趋势 到了今年 那是价格突然往下跌了 跳了一跳 所以就刚才像你刚刚所讲的 那个时间交易时间变长 买家觉得很有选择 卖家觉得房子很难卖 这就是我的切身体验 每天都觉得是这样 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 所以你刚才讲的 实际上房地产市场 确实是有个周期 这个周期就是有一个上行的趋势 也有一个下坡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讲到 纽约的房地产市场来讲的话 那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周期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 它往上走 上涨的到底去经历多少年 如果从以往的经验来讲 它又会往下走 又会有多长的时间 上一波的下行周期是两年 10年和09年 然后11年开始 市场就开始复苏 复苏了5年 从11年到15年 然后1617就开始原地不动 稍微大家就觉得 因为价格要跌下来之前 还是有一个很长一段的准备时间 所以1617年 是这个转型期间的这个僵持期 然后18年 由于有新的原因 像加息 税法 我们可以等一下再具体地讲 有这些新的原因 导致18年是真的是看到房价 很明显地往下跌 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的原因 就跟其他的市场一样 不光光只是一件事情 一个一股力量 是很多股力量一起集中到 一起把它往下推 所以这一股呢 当然你这个价格往上走了5年吧 到了一定的程度 肯定是自然而然 就会要有一点调整 可是它的客观原因 主要是有三点 我觉得 一个是新楼盘的供给量太大 因为你在11年 12年 13年 14年的时候 房地产的发展商看到市场 销售这么好 大家都想跳进来盖房子 就一下子就盖了太多的房子 那很自然的 那到了15 16 17 开始库存量就太高了 所以这是第一开始造成 市场往下有压力的这个原因 那第二第三个原因 就是刚刚讲到的 18年 17年底的时候 联储终于 讲了好多时候 终于开始真正的加息 然后那个18年 也是第一次 这个新的税法的 那个实施的第一年 大家其实也不知道 这个因为税法 大家也是有好的也不好的嘛 条款中间 也不知道最终综合出来 到底是赢家还是输家 在这场那个正改中 所以大家就有不确定性 大家就会比较保守 比较观望的这种状态 对 你讲的这个税改 就是川普总统推出来这个税改 没错 这个税改实际上是从2018年实施 但是要到19年报税的时候 大家才看得到 你才可以看得到 18年到底这个税改 对你来讲 这个影响是好的还是坏的 对啊 对啊 所以这18年呢 所以这一年呢 所以有有种种原因 所以18年是的确这一年来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市场 我们业内讲这一年是非常的困难 对我们来讲 当市场往下走的时候呢 很多的卖家 起源于卖家嘛 对吧 大家也不想要说 如果真的不需要卖房子 就不要卖了 那就会造成就是市场的成交量 也会往下走 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嘛 对吧 所以我们就是这18年是真的是比较困难的一年 讲一个例子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大楼的名字叫110三大道 110三大道 13街 应该是在14街和三大道附近的 对附近那里 对没错 那个大楼呢是一个蛮有名的开发商Toe Brothers 大家知道 它2007年新盖的一幢大楼 那我知道呢 因为我有朋友在里面 所以我对那大楼蛮了解 有A就是A line 对吧 所以我们要比较的话 我们要控制好 就是说景观也差不多 那个也要那个 户型也是一样 对吧 那我们从不一样 如果它正好17年上市 16年上市 18年上市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市场的变化了 对吧 正好那幢大楼里面呢 在A line上呢 好像是13A 13A在13楼 13A呢 在16年的夏天 卖了239万 就差不多240万 然后呢 12A 就一楼下来一层楼 可是完全 基本上是完全一样 它呢 17年的夏天 过了一年以后 到17年夏天 所以 那个第一个13A的时候 它是刚上市 马上大家一轮进价 好几个offer 一轮进价 还提高价钱 240万卖掉 一年以后呢 这个12A呢 上市了好几个月 因为那个 它那个卖家 也想要240万嘛 对吧 可是拿不到240万 所以它心里建设了很久 那个 因为那个是我的 我知道这个人 它呢 就过了好几个月 后来最终呢 意识到市场没有像 16年那么好 所以低了5万块钱 235万卖掉 在我们的印象里 或者是地产界 有这样一个 普遍的一个认识 就是第一个楼层 不会低到5万块钱 这个价格 不会差到5万 对不对 一些非常高端的楼盘 可能最多是 差1万到2万之间 对不对 而且这个是完全没有区别的 就是说这个楼上上下下 从景观来好 从采光上来上 完全没有区别的 所以那低5万块钱 然后呢 再来下来一层 11A 一样好 没有什么区别 今年 今年6月份 5月份上市 开价就开了 再少5万 开了230万 卖不掉 它下市了 所以就是说 它就是很明显 就是买家 还是在继续往下走 它就觉得说 那我就不要买了 所以这个例子 是很明显的 就是从16年到现在 起码是下降了10% 最最起码下降了10% 对一个比较好的 这一幢楼来讲 下降了10% 这是一个 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例子 对 而且你该特别提到了 因为前几年房市太好了 开发商建了很多的楼 那么陆陆续续建好以后 可能在17年 18年就推出来 预售了 所以现在市场上 供应量非常的多 尤其是新楼盘的供应也很多 所以买家的选择也更多了 对 所以这个导致了 很多的一些价格 要自动的调整 包括开发商也在调整 他们的价格 或者很多的一些 让利的一个措施 所以我们分析 这样的一个房市的 一个状况来讲的话 到底给我们的买家 或者卖家 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 也就是说 在这样的房市的状态下 你觉得要以什么样的 心态和姿态来录视 就是说 对刚刚你讲的新楼盘 对吧 所以从刚刚讲的是二手盘 新楼盘是同样的一个 是一样的一个picture 一个状况 是一样 也是下降 你看开发商给的报价 从16年到现在 很多的房价 就低了8%到10% 很多 还有的是 开发商还可以在 不是在房价上 跟你淘价还价 还可以在很多 别的地方给你让利 对吧 在过户费用上 别的地方帮你 帮你交一点你的过户费用 就是现在是比较普遍的 那对于买家 卖家两方来说呢 就是现在是处于什么 个状况呢 就是说 如果是买家 如果是我有 假设我是买家 然后我有刚需 我有 比如讲我孩子 要去纽约上班 那我打算给他买 帮他买一个房子 那房总得要买的 只是早点晚点 是不急 我知道 没有人说一定要买一个房子 是吧 可是就现在是怎么 作为买家 到底是怎么个感觉呢 你这个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 我们所谓的drivercy 就是你在这边 你是主导者 主导者 对吧 你是可以说 就是以前吧 如果你出于很低的价格 人家里都不要理你 就是说 I'm insulted 现在是你出一个价格 人家就会跟你社会谈一谈 对不对 当然了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你如果是真的是 出的很低的话 大家还是不会理你 就是说你要意识到 现在的确是 属于买家的市场 买家的确是有很多的 主动权 主导权 对 你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你可以看一看 有很多的选择 而且没有人会跟你争 那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以前151617年 很多人跟你争 好一点的房子 都有好多人 在跟你一起抢 现在没有人会跟你争 我如果带一个客人 去看一个房子 那个listing agent 讲 我已经有个offer 我的客人马上说 OK 你去吧 对吧 是 对 所以是的确 而且你可以讲价还价 你可以讲很多 你花一点时间 你可以舒舒服服地 讲你的价格 所以这是作为买家来讲 现在这个是 一个有利的 反而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作为卖家来讲 18年不是一个好的卖房子的时间 对吧 是真的是如果有需要的话 那就 如果一定要卖房子的话 就得在心理上要接受 你现在的市场 的确是比1716年 15年要低 5%到10%到15% 都是有的 每一个楼都不一样 如果你是不想要接受 这个价格的话 我就劝大家不要上市 你如果不是要急着卖这个房子 把这个钱收回来 做别的用途来讲的话 你可以缓一下 缓一下 当然这只是曼哈顿 布鲁克林和皇后区 并没有 还没有受到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会最终 受到这一波市场下调的影响 好 所以我们刚才最主要是 focus在曼哈顿 这边房市的一些微妙的变化 这种变化到底意味着 是不是纽约的房市有泡沫化了 那么同时 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 房子的一个状态 到底现在是属于 什么样的一个水平线 所以我们还是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之后 我们接着聊 欢迎回到安家纽约节目 一鸣我们在上半段主要分析了 这个曼哈顿房市目前的一个走势 但实际上你刚才也提到了 布鲁克林和皇后区 尤其你非常熟悉的 布鲁克林区的房地产市场 是不是也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下行的一个趋势 布鲁克林现在我没有觉得它的市场价格有下调 我没有感受到 我在布鲁克林看到的 代表买家卖家的房子 我还没有很明显的市场下行的这个感觉 可是就是说 的确是有一点点时间会加长 就是好像是布鲁克林还在曼哈顿 1617年的感觉那个时候 就是现在不知道 就是布鲁克林最终 就是也许在19年或者2020年 会不会也像曼哈顿一样市场真的是价格往下调 还是现在现在只是在短暂的调整期间 可是它现在没有 布鲁克林没有 而且布鲁克林总的来讲 它的供给量没有像曼哈顿那么高 那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因为原来的话 曼哈顿跟布鲁克林的价格差别是很高的 对吧 如果我们走回去2010年的时候 这个差别是很高的 那随着 打一个比方 如果在曼哈顿 一个新的楼盘 在16年出来的时候 可能持价应该都是在2000以上了 2500 2500了 对不对 那如果像同样品质的楼盘 当时在布鲁克林 你觉得那时候的他们的持价差距有多大 1500 1500 所以基本上每平方尺差1000块钱左右 对 那你意思说最近几年 这种差距已经在慢慢缩小了 蛮有意思 因为就从2010年到15年嘛 所以曼哈顿在往上走得很厉害 对吧 然后布鲁克林呢也在往上走得很厉害 早的其实比曼哈顿更厉害 那可是在根本上 布鲁克林在这五年里面 从2010年到2015年 是经历了一个根本上的一个转变 它是我们讲是布鲁克林的文艺复兴的时代 因为大家从各个方面 不光从房地产市场来讲 从那个对布鲁克林的认识 是个根本的改变 大家年轻人觉得布鲁克林 是一个比曼哈顿更加有活力的地方 更加酷的一个地方 是 我们该分析了布鲁克林 其实皇后区的一些社区 也是这样一个状态 比如说像长岛市 最近非常活的 其实它和曼哈顿之间的 这种房价的差距也在缩短 因为它是一个新兴的社区 也在往上升的这样一个势头 所以从我们该这样子 分析三个地方的一些房产的一个特点 其实说明了到底曼哈顿 或者是整个纽约房市 今后会遭遇一种泡沫化的一个趋势 还是说这个房地产市场 是进入了一个自我调整的 这样一个阶段 还是一个健康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你是怎么样看待 我们刚刚点到了几个原因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这个几个原因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讲这个供给量太高 那发展商也看到 这个大楼很难卖 对吧 所以从两年前 很多的银行就收紧了 对建筑贷款的发放 造成很多的新楼盘 没办法地继续开展下去 或者是上市 有很多的新楼盘推迟上市 甚至取消上市 到等市场好一点 再继续上市 那这就是 这是在改善 供应量太高的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提到 这几个原因 对吧 还有加息这个原因 加息这个原因 是肯定会存在 那也是一个周期性的 周期性的一个话题 那我刚刚也跟 在台下也跟您聊到 我买第一个 我自己房子的时候 我的贷款的利息是6.5% 2007年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我没有觉得利息很高 那个如果大家把目光放到 这个历史的整个一个 长趋势的话 绝大多数它的那个周期是 5%是属于 历史上来讲 属于低的利息 对 那我们现在还是大概 4.5% 4.6%这样 对吧 它我觉得它肯定会涨到5 这样 会不到6 那我也不知道 就是说现在还是在 历史的水平上 低利息的一个阶段 那还有第三个原因 那个就那个税收的 那个原因 税改 税改的那个原因 那到了19年 大家报完税以后 这个就明朗了 大家就知道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所以你刚分析了 这个之前造成 这个房市放缓的 三个因素 所以可能这些 还不是太明朗化 而且已经有在做 一个调整的一个状态了 市场在自己调整 对 所以在2019年 可能这种状态 会更加的明显 更加的显现 大家看得更清楚 而且最关键 我是觉得 因为纽约是一个 非常特殊的 一个房地产市场 对 因为这个城市 目前来讲 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 而且它的经济 也是欣欣向荣的 一个城市 而且大量的人口 在不断地 往这个城市里面 继续地增长 所以从人口的角度来讲 它并没有这个人口 完全下降 对 所以就是说 这种刚需 需要房产的这个人 还是在的 它的经济的支撑力 还是在的 对啊 是不是 那所以就不会 像有一些人分析说 这是一个泡沫 或者说房地产 crash的这样一个状态 是不是 我是觉得 这是属于一个 自然的一个市场的 一个调整的一个状态 对 我想讲两点 就是刚刚您说到的 那个 就是纽约作为一个 作为年轻人 要来追梦的地方 它是很 很有人气的一个地方 对吧 它吸引年轻人 大学毕业的 我要去纽约住一阵子 才算没有白活这一遭 就没有改变 对吧 还有就是也是全 纽约是全世界有钱人 那个投资者寻求资本保值的一个地方 这还是没有改变 对 我们 我们前两天看到数据 讲从2000年到2016年 纽约的居住的那个房屋的供给量增长了8% 一共inventory增长了8% 人口增长了11% 工作岗位增长了16% 所以纽约这个城市作为一个经济实体 作为一个吸引人群来居住的这个根本的吸引力 没有下降 大家可以感觉到越来越紧 到处都是越来越多的人 所以这个是我们做房地产 做住宅房地产 商业房地产 这是一个最根本的 对于我们说这个城市值不值得去投资房地产 就是你最根本要看到一个事情 对吧 还有就是说 那泡沫不泡沫 还有一点 大家也 我相信大家同意我们两个的观点 纽约市长期投资是一个好地方 肯定没有改变 这个话题没有改变 那大家只是在关心 就是近期我们这一波到底是 是不是会更加往下跌得更厉害 那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07 08 09年那个很大的经济危机 首先那只是延迟了两三年 三年最多 有的讲两年 有的讲三年最多 那我们现在已经18年已经过去 对 所以19年再加就是两年 我们继续不算16 17那个两年好了 这是一个 还有上一波往下跌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大家在整个这一个system 有好多好多的负债 好多好多负债 银行也很多负债 你买房的消费者也很多的负债 大家都是10%吧 那个那个时候 大家买房都是10%当配门 现在都是20% 到现在绝大多数是20% 还有的以前甚至是零首付 对 对吧 而且银行贷款呢 是不用看你的收入 也不用看你的资产 大家都是觉得房地产只会往上走 对 所以这个那是 那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所以那个造成了一个很大的crash 因为当你有一个负债 有个杠杆在这里面 支撑着往上走的力量 你往下走的力量也是很重的 很有限 可是在这一波 没有一直没有很多的贷款 在这个system里面 所以你即使往下走 也不会像上一次那样 那这点我肯定不会像上次那样 往下跌的那么厉害 是 只是在市场在往上走 然后市场自己在 因为市场有自己调节的这个能力 对吧 那个如果我们人为家庭区 很多杠杆的话 那市场就超过了 它可以自己调整的能力 就造成0708 09年这个现象 那我不觉得我们现在这一波 是会重复像上次这样 对 所以我们今天分析了 整个曼哈顿房市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就回到一个 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那现在如果要陆式的买家 到底要用什么样一个姿态去陆式 因为现在如果传出来说 阿曼哈顿房价在降了 纽约的房价大跌了 所以很多的买家抱着这种 简陋的心理 或者说简大便宜的一个心理 对不对 我上去我就砍他10% 20% 这种心态来讲 其实反而有的时候 你错失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你现在分析了 其实现在反而是一个陆式的好机会 你可以更从容的去挑选到 你心意的房子 然后可以很好的谈价格 但是你能不能用一些具体的一些实力 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现在的买家应该怎么样陆式 对 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讲 那个就前两天我们才在 我代表一个买家 我们在商讨一个房子 是在15 William 15 William街 在曼哈顿下城的金融区 对 那个广色的那个 对 08年 08年重新建 这是唯一的金融区 从头开始建起来的 从建起来的新楼 对 那个是条B line 38B那个unit 是一个 因为它景观 景观比较好 38层嘛 它就比其他的楼高 在金融区就是 很重要的一点 要有一点景观 没有景观的话 太多房子是这样很难卖 那它高楼层 有它的迅河的合景 那个房子 大概700多尺吧 720尺左右 也不小 我们是38楼 37楼同样那个户型 17年年初的时候 因为我们想买家想要入市 所以我就查了一下 17年年初的时候 过户是127万 125万 还可以 还可以 想一想 一房一天有景色的 然后18年年初的时候 1月份的时候 再低一点 还是再高一点 我忘了 就差不多几层楼里面 它是过户了106万 跌了20% 一下就差不多 蛮厉害的 然后我们这些 它要价就105万 它一开始很高 现在降到105万 最近降到105万 那我这个客人 就开了90几万 92万出头一点点 哇 一下子杀了 再杀了十几万 十几万 对 是他也知道杀得厉害 我也知道杀得厉害 可是我觉得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 你现在就是觉得很荒唐的 价格进去 人家就会好跟你聊 对吧 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 他还会给你谈 对 他不会觉得说 所以他的确他来跟你谈 我觉得吧 因为我们最终没有谈下去 因为差距实在有一点远 我觉得这个卖家 他低于100万 是应该可以卖 对吧 他可以卖到 他还没有 他还在市场上卖 所以我不太好讲 可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是吧 你一个有海景的房子 你这个看看过去 你已经比别人 已经低了二十万 低了二十 对吧 低了二十几万 你可以买这个房子 我觉得这是绝对 是一个很好的 就是你99万 98万 我觉得长期来看的话 肯定就不用很长期 过去两 再过两三年 肯定会是一个 很好的回报 可是我的卖家就觉得说 这个市场有可能 明年还会往下跌 对吧 我得保护我自己 所以从这个例子上来看 就是如果是买家 想要入市的话 有原因想要入市的话 你绝对可以捡一个便宜 可是不是像这种 很巨大的便宜 很巨大的便宜 也不会是这样子 就是你稍微通融一点 稍微多一点点 就可以成交 我们大概就差 那么几万块钱 对吧 那这个结果 我觉得肯定是 买家得益的一个结果 可是最终没有成交 是因为 我觉得是很典型 在这个市场 因为买家也很 觉得也是很有点恍然 对吧 因为大家不知道 他还是不踏实 不踏实 因为我们 我们做市场的人 你做股票 做其他所有市场 大家都知道 那个 这个wisdom是说 你那个不朝底 情愿是往上走的时候 复苏的时候 你再入市 再入市 对 你也就继续往下走 你干嘛 他不知道 那个底在什么地方 对啊 你情愿就 就miss到最下面这个 你就再上去的时候 所以很多人是 抱着这个心态 也是正确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就讲 如果你是投资人的话 的确你可以再观望一下 也许 可是如果是有刚需的 的确是要买房子的 现在的确是一个好的时机 对 而且经过我们这期节目的分析 我们也了解到 纽约的房地产市场 并不是处于一个crash 或者一个泡沫化的阶段 因为它还有很强的经济在支撑 它有刚需的市场在存在 所以它不会跌到不见底的 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买家在路市的时候 其实还是要抱着一个理性的 一个状态进去 和经济好好的分析 你确实如果说你杀到 连卖家都不愿意说 再跟你deal下去来讲的话 你可能真的会miss掉一个 好的一个deal 对啊 还有就是我刚忘掉讲 在Chelsea 我前两天看到 我也是有一个买家 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一个loft 就层高很高的一个 两居室的一个condo 它要价开得很低 才要了1250块钱一尺 在Chelsea来讲 condo来讲是很低 无数人跑来竞价 你看是不是 即使在这个时候 你如果是真的是一个好的产品 然后是要价稍微低一点的话 你还是会有竞价 而且好多人竞价 一下就卖掉 是吧 对 所以我们通过精进的分析 希望对很多的一些买家 和卖家来讲 能对现在的纽约房地产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是 好 非常谢谢一鸣做客 安家纽约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